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专业是工商管理 大家好 我叫Nancy 我来自浙江温州 现在我在这边读MBA 我的专业方向是市场营销 还记得两年前刚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对学校的第一印象是很小 但是一个星期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学校 老师还有同学都很关心你 所以在这里很容易交到朋友 我觉得如果你是想锻炼你的英文 这里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这里面中国人比较少 也能交到很好的美国朋友 所以这对你的英文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这边的小班制其实也是对你的学业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记得我第一个学期来这边 还不是非常适应的时候 因为每一个每门课都结束的时候都 都会有一次小测验 然后小测验大概难分都是100分 记得我第一次考了40几分 45分几分 然后第二次测验考了50几分 这是远远 肯定远远不够 这些教授给你的帮助数非常大的 一定要和我绝对问题的话 一定要找这些教授去沟通 说到了小班授课 就不能读说说这里的老师 因为这里的教授都是非常平易近人 你平时也可以见到他们 他们平时一般都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来找他们 我们学校据说是有一个18小时的 就是老师要在办公室里的这样一个要求 所以不论你什么时候想来找他们 他们都会在这里等你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有亲身经历的 因为有一次我有问题来找老师 老师很容易就找到了 而且帮助我回答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好的 而且我们学校有开设一个就是英文的帮助的班 这个班可以帮助就是作为第二外语的我们 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在这里不仅仅是中国的同学 还有其他比如说巴西西班牙 然后还有其他国家的同学也都会来参加 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英语的语法呀 然后你的论文平时也会有老师帮助你改 所以对于这一点来说你会有很大的提高 我也参观过很多大的公立学校 也有很多排名很前的很有名的学校 我记得我上次去华盛顿玩的时候去找我朋友 他也在那边一个很大的学校读书 他就跟我抱怨说他们那边中国人太多 一个班里的学生也太多 教授很难得会 教授几乎不认识一个学生是谁 更不可能说是给你另外的时间辅导你作为 所以他就特别羡慕我在这个学校 教授也好中国人也少 然后能练英文 所以他觉得他就觉得小学校有小学校的好处 还有这边学校的学位也是同样是被中国政府认证的 我在美国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了 除了在知识上应该说有很大的长进 除了这方面应该说各方面我都进步很大 我自己觉得 因为原来刚刚出国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 然后什么都不懂 然后也很多担心 但是来了这边应该说现在 现在的我跟两年前比起来真的是成熟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学校就是我当时最正确的选择 下期待